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重 容忍 宽恕 诚实 负责 平和 忠心 礼貌 幽默等一切美德 品德胜于知识 较高的得商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人能自律 方能持续发展 拥有高尚的品德修养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好了 小朋友 听小故事 长大智慧 我们的精彩故事 马上就要开始了 高级得商 一点通 理解朋友 宽容朋友的错误 我们就有可能收获更深厚的友谊 否则 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只能使简单变成大问题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令相如和连坡的故事 战国时期 有一个叫令相如的人 和一个叫连坡的人 他们都在照顾当官 一天 连坡下朝后 就气冲冲地冲回了家 原来 今天早朝时 赵王突然帮布赵书 封令相如为宰相 职位比连坡还高 连坡非常不服气 连坡一直觉得十分委屈 我是赵国最大的功臣 这令相如究竟有什么才能 官职竟然能高于自己呢 他胸中一直闷着一口气 总想找个机会 总想找个机会羞辱令相如 好出了胸中这一口恶气 有一天下朝时 按当时礼节 连坡应该给令相如让路 当令相如看见连坡将军也出来时 却早早地给他让路了 连坡不仅没有主动谦让 还愤愤地看了令相如一眼 才昂首阔步地离开了 令相如早就看出了连坡心中的想法 但是为了赵国着想 他总是想方设法躲着连坡 连坡一上朝 令相如就称自己身体不舒服 推迟上朝的时间 以免和连坡发生冲突 但令相如越是这样 连坡就越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一天 令相如坐车去上朝 当车走进一条小巷子时 令相如远远看到巷子口有连坡的人 于是他赶紧吩咐随从 调转车头换条路走 那些随从很不明白 明明官职比他大 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为什么总是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要退避呢 回到家后 令相如看随从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就笑着问大家 你们认为连坡跟秦王谁更厉害 随从们说 当然是秦王了 令相如说 这就对了 秦王我都不怕 为什么害怕连坡将军呢 我这都是为了照顾啊 强大的秦国 为什么不敢攻打照顾 就是因为怕我和连坡将军两个人 如果我们两个有了矛盾 秦国会怎样呢 令相如这番话 很快就传到了连坡的耳朵里 连坡对自己只顾个人利益 而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 感到十分羞愧 于是他脱下战袍 背上金条去丞相府请罪 从此后 灵坡和令相如成了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一文一武 力保赵国 长治久安 得伤提升客 大将军连坡对令相如不服气 于是处处为难对方 但令相如却能顾全大局 处处宽容忍让 最后终于是连坡醒悟 化解了二人之间的矛盘 当我们与朋友产生一些矛盾 也应当怀有宽容之心 理解朋友 宽容朋友的错误 我们就有可能收获更深厚的友谊 否则 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只能是简单变复杂 小矛盾变成大问题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小矛盾变成大问题 小矛盾变成大问题 小矛盾顶 转气